说起娱乐圈颜值最高的女星,新疆美女迪丽热巴不得不提,从初到开始,她被关注最多的,就是她天使般的面孔和高挑的身材。 在各路女明星争其斗艳的红毯上,迪丽热巴向来是最引人瞩目的那一个,大碗一套白色礼服一套黑色礼服,热巴都完美地驾驭了。 不得不说,热巴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都是绝佳,做成什么造型都很惊艳啊,然而,只是惊艳了国内的观众还不算,迪丽热巴的贺本造型竟然火到了国外,相关照片在外网有很高的转发和点赞。 迪丽热巴当天身穿的小黑裙,也是奥戴利贺本最经典的造型之一,她那套裙子,也被国际知名大牌设计,成为了永恒的经典。 所以说,外媒评价迪丽热巴是贺本的接班人,完全就是对她颜值和气质的高度肯定。 不过,在被外媒称为是奥戴利贺本的完美继承人之后,迪丽热巴的粉丝倒是坐不住了。 他们反而在评论赶紧辟谣,要是话事外网言论,不要上升到迪丽热巴,看得出来,也是怕这种盛赞会引起不少黑粉的不满。 但是无论如何,热巴的贺本造型确实是很惊艳的,能够得到品牌方和国外媒体的认可,也足以证明她的出众了。 粉丝倒也不必过于担心,毕竟热巴的颜值摆在那里了,野家羡慕也羡慕不来啊。 当然,热巴跟贺本相比,还是有差距的,毕竟,贺本除了颜值和气质,一生还获得了无数电影奖项,被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。 从这点上来说,热巴确实还有很大的不足,不过,也希望热巴在造型出圈的同时,也能够多多钻研表演,在业务能力上也惊艳更多的观众吧。